我們看一下如果你語音聲控不成功的時候,該怎麼檢查 老是基本上如果你用行動裝置 麥克風一般比較沒什麼問題 可是如果你是用那個電腦上的單獨一個麥克風 或你用Notebook麥克風 可能就也許會有問題 那這個時候啊,你可以試看看這個方法 就是說它可能收音不好 收音不好,那你可以到我的部落格 或者是我這個,這個上面我也有 就是那個教學文章這裡 這邊啊,我就有提到一篇 我應該有提到吧,我印象中好像有 在這裡,我部落格有一篇文章就講到這一塊 你用關鍵字聽不懂就可以了 這裡,你這樣聽不懂有沒有 這個,這個大部分出現在就是Notebook 跟用單純的麥克風 因為呢,你的麥克風的收音靈敏度不高 可是這是可以調整的 以我這個來講,我就點到它 有沒有,你就錄音裝置 所以像我用Windows7 我用現在這個Windows7 其實我都有把我的錄音變比較大聲一點 我剛剛在錄,我在這邊做設定的時候啊 哇,我不能直接切齁 我要從這邊進來 按右鍵,點這裡 點兩下 欸,沒有開,好吧 等一下它開了再說 我就是這個接,有沒有 麥克風這個 我把那個等級調高 你如果沒有調高,你要很費力 但是怎麼樣,效果又不好 這是在電腦上 你會出現的情形 第二個 如果說你是已經用行動裝置 也是用網路攝影機 一般來講,我用網路攝影機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如果說你這樣還不知道 不知道有沒有成功 我們最常見的就是把它辨識出來的文字 我就顯示在這個螢幕上就好 我就知道它辨識的成不成功啊 對不對 好,你看齁 怎麼樣顯示出來 我就來這邊 因為這裡有一個遙控器螢幕嘛 所以我就把遙控器螢幕的這個顯示把它丟出來 反正不管你辨識到什麼 你就顯示在上面 這個地方我就不要再手動加這個咯 我們本來不是自己顯示說開燈關燈嗎 你就都不要顯示 那顯示的內容是什麼 就是它辨識出來的結果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辨識文字 有找到了嗎 語音聲控那邊是有個辨識的文字 這個就是Google辨識出來的結果 我把它顯示在遙控器的螢幕裡面 這樣可以嗎 對不對 也就是遙控器螢幕顯示的本來是我們自己打這個嘛 現在是真的把它辨識的結果秀出來 所以我現在在執行一次按下去 好 你看看 如果 如果 不好意思我是按四 對 如果 我們這樣 有沒有辨識成功 你了解齁 你看這個就知道為什麼它沒有開燈嗎 對不對 沒有 沒有 因為我放開啦 再來 這樣 但他就聽不懂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清楚 到底為什麼辨識不成功 好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去做檢查 好 那還有一種情形 容易失敗的 就是網路連線慢 當你教室裡面網路連線慢的時候 這個是肯定會失敗 而且 而且 辨識率會很差 不成功 應該 哈哈 就是你的那個 網路速度要比較順暢一點 它在這個語音傳遞的過程裡面會比較OK 到現在一直沒辦法開燈 你應該知道為什麼 哈哈 對 你看開燈變開車有沒有 對不對 這樣 就交給老師囉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幾個方式檢查看看